知苦得乐 常除贪念 因为无所得 才能做到无所谓 有什么所谓 这个世界 有你不多 没你不少 谢谢你跟我走一场 什么事情 过来了 不就过来了 感恩他 让我学会了看人生 谢谢你 让我懂得了 什么叫男人 什么叫女人 什么叫孩子 什么叫父母 只有在无所谓的时候 你才是快乐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 周老太太 现在这么大年纪了 什么都无所谓了 对不对 你还有名利思想吗 什么都无所谓了 就这么空空地走了 走的时候 佛法能够让我上天 这就是最好的 人间福报 无所谓了 周阿姨现在 无所谓了 开心了吧 过去 儿子骂你一句 你气得半死 你可以几年不理他 现在 他指着你鼻子骂 你也就冲他笑笑 无所谓了 你就快乐了 你对这个人 有所谓了 你就痛苦了 师父的这种 佛的概念 只能一点一滴地 帮助你们 如果一下子 概念性的东西 学得太多 你们接受不了的 因为佛法的理论 有相当的哲学性 我们真正的快乐 要心静 才能尝知是快乐 也就是说 你的心里要知道 这是快乐 你才快乐得起来 你自己连快乐 和痛苦都不知道 你怎么会快乐 很多人快乐到最后 哭了起来 对不对 要不感到这是快乐 一个再快乐的事情 通过一定时间的磨合 等到他得到的时候 不觉得是一种快乐了 师父讲的这个话 你们好好去体会一下 你们生活当中的事情 举个例子 一个小孩子 最喜欢吃酒酿 外婆把酒酿做好之后 放在那里 她每天把盖子打开 用鼻子稳稳 真舒服 过了六七天 等到酒酿做好了 他已经不要再闻了 因为他被酒 已经熏得头晕了 道理就是这样的 师父说的都是真话 你们要懂道理 不要让自己的心骚动 如果你的心如如不动 你就什么都不怕 最怕的是心动 那是你产生烦恼 快乐的根基啊 所以心最好不要动 如果你的心动了 你的身体就不健康了 你的身体不健康了 你的肉体就受伤了 你的肉体受伤了 你就不会快乐 你们以为 你们心中想的事情 你们的肉体 一定能够达到吗 很多人肩膀举不起来 看看很近的地方 以为自己可以把东西拿过来 你做得到吗 你做不到的 如果师父手一伸 就把东西拿过来了 对不对 而你的手刚刚伸过去 因为你忘记了自己痛 但是马上感觉 肉体达不到 心中想做的 这件事情 心安静 神能定 一个人的心安静了 神才能定下来 神清安 一个人身体轻快了 他才能感觉安全 身体不轻 腿肿胀 受疼痛 眼皮沉重 想睡觉 难过不难过 你的心会安吗 师父跟你们讲的 不单单是佛法 它是学佛的哲理啊 所以 要等到这些假象 全部克服之后 你自然会快乐 如果心不安 心就烦 例如 师父讲了你了 你马上烦恼了 哎呀 师父看出我什么了 你心里不安了 你的理智大乱 嘴巴开始乱讲 动作乱来了 明白吗 因为太多的人 是求不到的苦 在人间 你求得到吗 你想求什么 就有什么啊 你喜欢这个女孩子 你求她 她就跟你好了 你想嫁给这个男的 你拼命求她 你求得到吗 你想求这个房子 马上就行啊 今天你去租房子 一看 这个房子 我很称心如意的 十几个人在那里要呢 轮得到你吗 这个世界 没有称心如意的事情 所以 一定要懂得 心要安 一个人 一个人才能没有苦 我们有时候 需要一些 孤苦的日子 孤苦的日子 是什么 就是有意的 让自己苦一点 越苦 等你第二天开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越甜 听得懂吗 让自己苦一点 有什么关系呢 知道明天 可以吃好菜了 今天 吃得带一点 想一想 明天 可以吃得更好了 感觉就不一样了 你们还这么年轻 吃点苦怕什么 让自己 孤独一点 没有关系 一个人在那里 没有人理你 心里要不孤独 为什么很多人 坐在那里 半天不讲话 没有人理他 他照样很开心呢 因为他的心不孤独 而很多人 表面上风光 东讲西讲 往边上一坐 就想到 这两天 人家又来要钱了 我回去后怎么办呢 医生叫我下星期 去检查身体呢 我还不知道 会不会有事呢 你说 你孤独不孤独 经常苦一点 经常让自己的 思维 吃点苦头 有好处的 你们都知道 师父为你们好 每个人都被师父讲过 讲得很厉害 讲得有时候 面子下不来 最近有一个人 被师父讲了几句 他一下子 觉得面子下不来 结果 他去跟人家 说三道四地讲 你知道 人家怎么跟他讲吗 就师父讲你这两句话 毛毛雨啊 你知道 师父怎么讲我们的吗 你没有福气 被师父讲了这么几句 你就这个样子了 师父讲我们 我们得到加持了 那个人眼睛 冲对方瞪了半天 什么叫加持啊 其实 一个人身上有病 被对方指出 就是给他加持 师父告诉你们 受不起 就是师父前面 给你们讲过的那句话 他是 无主宰 因为把我看得太重了 他的身体上 就没有主宰他的力量 不能把自己 看得太重 师父实际上 不愿意讲你们 师父为什么要这样讲你们 是要去掉你们的傲慢心啊 你们都不懂的 你们来的时候 个个都以为 自己是不得了的 小爱还是北大毕业的 小陈还是博士生 来的时候 牛不牛啊 一个个都以为 自己不得了 眼睛都长在头顶上 现在 师父把你们的眼睛 全部给拉下来 每个人都有脾气 要放下自己 师父讲你们 是为了你们好 是去掉你们的傲慢心 师父对你们不严格 行吗 要知道 言诗出高徒 经常要让自己 孤苦一点 包括自己 身体的痛 都是好事情 让你们牙痛痛 这里痛痛 你们就知道 爱护身体了 你知道 很多人 为什么会死的吗 就是因为 一辈子 没有什么病啊 突然发病 走掉了 经常这里痛痛 那里痛痛的人 是死不掉的 因为他有所防备 要明白 吃点苦 有什么关系呢 经常吃点苦 身体上有点病痛 不会让我们 有多余的贪念啊 你们知道 什么时候 你们最没有贪念啊 就是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手拿不起来东西的时候 没人理你们的时候 很孤独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还会想着贪吗 当一个人 吃点苦 身体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贪念 就会少啊 一个男人 身体好了 出去以为自己 神气得不得了 突然间生病了 躺在病床上 马上觉得 人生没有意思 这就是 知无常 去贪念 师父跟你们讲的 绝对是精华 好好往脑子里进 要明白 吃点苦 不会有多余的贪念 暂时的痛 会让我们离开 回避 人间的愚痴啊 很多人 本来还想 干这干那的 有些人 还想开生意 等到往医院里一躺 浑身痛了 就想到 人怎么会 这个样子呢 那个时候 你还想开店吗 很多人 本来不舍得 卖房子的 一看自己 生癌症了 马上卖掉吧 本来 为了五万块钱 一千块钱的浮动 他都不舍得让 一生病了 身体这么不好 就不跟人家搞了 很多人打官司 也是这样 打着官司生病了 然后不打了 输了 打官司 就叫愚痴 要离开 回避 人间的愚痴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让一个人 永远地顺利 一个吃了苦头的人 就知道找方向了 一个不吃苦头的人 一直顺利的人 最后就闯祸 很多当官的 就是这样 一帆风顺 好了 最后要么不出事 要么出大事 就是说 一个人不要太顺利 太顺利 会害死你自己 一个小孩子 也是这样 你不要让他太顺利 就是要让他 吃点苦头 一个孩子生出来 医生护士 就让他吃苦头了 噼噼啪啪 两下就往屁股上打了 马上就开始哭 只有在痛苦当中 我们才能有所深思 才会去想一些问题 人不苦的时候 谁会去想问题啊 人家离开我了 我才会想 我是不是自己也做错了 他为什么会离开我呢 开始深思了吧 痛苦了 才深思啊 我们要去掉 自私的固执 是难事 是非常难的 因为人很固执 有时候 人为了一点面子 会损失很多 其实 做人学佛 只要人家说得对的 你就必须改 有可能别人说你的时候 是菩萨在他身上 叫他说的 执着会害死人 要改固执 非常难啊 你们女孩子 为什么嫁不出去 因为太固执 你们男孩子 为什么娶不到老婆 也是因为太固执 不要太固执 不要用自私 和贪嗔痴的心态 在人间生活 贪心重的人 称心重的人 不就是个大白痴吗 拼命要去 把假的东西 争回来 不要恨的东西 根本不要去恨 到最后 是恨死自己啊 很多小朋友 告诉师父 他小时候 要一样东西 妈妈不给买 他就每天不吃饭 最后饿得 实在不行了 就趁妈妈没有看见的时候 偷偷在冰箱里 拿牛奶喝 最后拉肚子 被妈妈发现了 这不就是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为什么死要面子呢 学佛就是要放下面子 就是要被人家讲 讲了 就是要开心 要无所谓 同时 要改正 要学会 粗茶淡饭过日子 就像和尚 尼姑一样 粗茶淡饭 能吃多少 就吃多少 无所谓 这样 就能留住幸福 天天随便一点 随意一点 你就能留住幸福 你就能明白 人生的幸福 才能真正理解 人生的幸福 人不容易啊 你们想想看 长江后浪 推前浪 现在 全世界这么多的人 都要成为师父的弟子 入室弟子 和徒弟 但是 要求 是越来越高啊 所以 你们必须要努力 你想阻止人家 那是不行的 你们想一想 过去 就你们这几个人在里面 你们是何等的快乐 现在 有了这么多弟子 你们坐到前面来了 对不对 你们不能排挤人家 不能嫉妒人家 要记住 让人家进步 你会进步得更快 人家各个都在进步 你就在进步 这就叫 浪打浪 浪推浪 同样 这个地方 一直有浪推你 你才会 往前进啊 师父今天 跟你们讲的 主要是 要懂得 心里要发喜 要真的开心 要笑得出来 真笑 你会自己很舒服 假笑 就像跪在菩萨面前 假拜佛一样 很不舒服的 希望你们 好好学 好好修 你们以后要学会 当师父 在讲某一个人好的时候 你们要替他高兴 你们有功德 你们都不懂的 如果你们心中 一起嫉妒 比方说 他是一个 菩萨喜欢的人 是一个好人 师父一讲他好 菩萨都感觉很好 如果你心里不舒服 你就跟菩萨 背道而驰 你肯定是 损功德的 如果你说 这个人好 你很开心 你就增加功德了 经常去嫉妒人家的人 活得难受啊 不能有嫉妒心 人家好了 你要觉得开心 你说人家都好 你自己脑子里 都是好的 你说人家都坏 你就是 一脑子的坏水 这难道 不生恶病吗 这就要 本心和佛心的光 接在一起 你就能找到光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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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